当苏联战争潜力全面爆发的那一刻 就算是同时期的美国也不敢与之正面对抗 如果说苏德战争初期是希特勒这辈子最辉煌的时刻 那么当库尔斯克会战结束之后 德国就已经彻底沦为待宰的羔羊了 从1941年6月 纳粹德国正式启动巴巴罗萨的那一刻 希特勒还非常自信能在三个月内灭亡苏联 然而现实情况就是 德军来的时候有多嚣张 现在的处境就有多狼狈 截至1943年末 德军非但没能取得胜利 反而在苏联战场损失了将近400万兵力 库尔斯克一战 各是让德军主力部队元气大伤 表面上来看 德军只不过是失去了库尔斯克周边这一小块地方 苏联也只不过是拉平了战线 可是我们要知道这条战线足足有2000多公里 什么概念 一边是工业潜力全面爆发 士气高涨 郁奔毅充足的苏联红军 一边是物资匮乏损失惨重 兵力极度风散的德军 可是对于苏联来说 我这边还没法力你就顶不住了吗 经过1943年一系列的成功反击 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 发动连续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为了肃清苏联境内的德军 斯大林决定给希特勒表演一套 失传已久的武林绝学 大纵生作战理论 给那位元首大人助助性 而这套组合拳就是著名的 十次斯大林突击 刚才我们就说过 苏德战线总长2000多公里呢 在这条战线上 一次性开辟十个突破点 但凡德军有一个点被打穿 那么苏联的钢铁洪流 就会像洪水掘地一样 蜂涌而至 到那时 德军的大部分兵力 被牵制在另外九个战场 连救都没法救 而不救那更惨 等待他们的只有被合围歼灭 然而更让希特勒绝望的 不只是东线战场 因为此时的英美联军 已经登陆西西里岛 而英国本土也在酝酿 那个人类战争史上 最大一次登陆 诺曼底登陆 曾经风光无限的纳粹德国 已经彻底陷入了三线作战的深渊 而且他哪边都打不过 就在希特勒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苏军冲锋的号角 已然吹响 而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已经被德军围困了 九百多天的列宁城 咱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列宁格勒 原名彼得格勒 现在叫圣彼得堡 200年前 彼得一世把这里设为首都 直到1917年11月7号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 在这里发起了著名的十月革命 一脚把沙皇尼古拉二世 踹下了皇位 1924年1月21号 列宁逝世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 彼得格勒也正式改名为列宁格勒 正如诗人玛雅可夫斯基说的那样 这座城市的每一块石头 都记得列宁 可以说列宁格勒就是 每个苏联人心中的圣地 神圣不可侵犯 除了历史意义 列宁格勒还拥有 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里是苏联最大的工业中心 和最大的兵工厂 同时这里还是苏联的第二大交通枢纽 拿下这里就可以控制整个波罗的海 综合以上因素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苏德战争爆发的那一刻 希特勒和斯大林将会不惜一切代价 争夺这个城市 苏德士兵必然也会在这个地方 流进最后一滴血 于是这场近代战争史上 主要城市被围困时间最长 破坏性最强 死亡人数最多的包围战 正式拉开帷幕 早在1941年 希特勒正式实行第21条训令 也就是巴巴罗萨计划 苏德战争全面打响 德军兵封三路 向苏联境内疯狂突进 为了方便各位理解 咱也不说什么北方中央南方集团军了 我们直接把德军分为上中下三路 这三路战线其中实力最强的就是上路 为了确保能够一举拿下列宁格勒 希特勒派出了最强IDC 那个曾经突破马其诺防线的冯勒布元帅 去上路兑线 由战术大师曼斯坦英和莱因哈特担任辅助 还有一个负责打野的芬兰部队 在野区游走随时支援 反观苏联这边就只有一个弗洛西洛夫元帅 和五个集团军负责防守 1941年6月22号 德军上路集团军从东普鲁市 向列宁格勒方向实施进攻 曼斯坦英率领的第56装甲军 犹如脱缰的野马 直接甩开大部队 四天之内一口气冲出去320公里 并且假扮成苏军伤兵 瞒天过海 骗过了苏联首桥部队 完整的占领了西德维纳河上的两座大桥 随后德军主力成功过河 毫不费力的就占领了陶克夫皮尔城 这座城市本来是列宁格勒的一道天然屏障 此地失守 就相当于把整个列宁格勒 全部暴露在了德军面前 斯大林在收到消息之后 差点没被气死 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北方集团军总司令 弗洛西洛夫怒吼道 你们打算撤到哪里 撤到北冰洋去吗 面对慈父的怒火 弗洛西洛夫这个时候终于下定决心 仍在他在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 弗洛西洛夫紧急动员了近百万列宁格勒民众 以卢家河为天然屏障 没日没夜的修建了三条防线 万幸的是 他们抵挡住了德军先头部队 莱因哈特率领的第41装甲集团军 连第一道防线都没能突破 而负责侧翼突破的曼斯坦因 居然被主动出击的苏军给打了回去 一时间交战双方都愣了 一个是正经自己居然打赢了 另一个则是正经自己居然没打过 由于德国上路兵线止步卢家河 所以希特勒在7月21号拿下列宁格勒的梦想 直接破碎 这件事情让元首大人非常恼怒 以至于在21号当天 希特勒亲自前往前线 劈头盖脸的就把勒布骂了个狗血淋头 面对这位65岁的老ADC 希特勒咆哮道 我给了你最精锐的部队 给了你占领布尔什维克第二首都的机会和光荣 但是你居然在一条俄国老百姓临时组建的防线面前停下了脚步 脸都不要了 给你机会也是不中用啊 现在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 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拿下列宁格勒 对于敌人绝不能仁慈 老子要让每个俄国人都吓得发抖 我不需要俄国 无论他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 我只要这块土地 所以我们绝不接受无论是圣彼得堡还是莫斯科的投降 你们只有一个使命 那就是把他们化为乌有化为灰尘 让他们从地球上消失 你别说西特勒个子虽然不高 但是这个家伙还真的是心狠手辣 丧尽天良 他这是要把列宁格勒所有人都赶尽杀绝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内 勒布元帅重新调整兵力 冰封三路向列宁格勒防线发起猛攻 并且成功突破卢家河防线 还切断了列宁格勒通往莫斯科的铁路线 直到8月21号 列宁格勒三条防线全部崩溃 整个城市陷入三面包围的绝境 在勒布看来 列宁格勒已经措手可得 可对于弗洛西洛夫来说 列宁格勒已经失去了所有希望 他甚至跑到前线 希望哪位德国神枪手能把自己给崩了 这样他就能解脱了 因为此时的城内只剩下一条水路和空中航线 还能勉强保持和外界的联系 用不了多久 这里就会弹尽良绝 甚至德国人都不用动手 城内数百万人就会被活活饿死 而且从8月份开始 德军就开始对列宁格勒 进行无休止的炮击和空中轰炸 苏联波罗的海舰队 出动了超过10万架次的飞机参与防守 饶势如此 还是有5000多人在德军的炮火中丧生 以及2万多人受伤 眼看列宁格勒就要失手 斯大林紧急召见了苏联最强猛男 朱可夫 并且对他说 你到列宁格勒去 去接替弗洛西洛夫 还有布洛地海舰队 朱可夫也是无语了 苏德战争爆发以来 他原本是在下路兑现的 因为德军的攻势太猛 所以朱可夫就准备放弃伊塔 也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结果斯大林就是不听 最终导致了基辅陷落 百百损失了66万主力部队 然后朱可夫就跑到中路二塔 摩棱斯科那边去带线了 前不久才小声一场 斯大林就让他去上路支援 妥妥的打野选手 但是作为一名出色的打野 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带动全场 逆风翻盘 哪怕是三路全崩 打野的心态也不能崩 1941年9月10号 朱可夫火速前往上路战线 一下飞机 他就赶往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斯莫尔尼公 刚好 此时的弗洛西洛夫正在和部下们讨论 列宁格勒失守之后该怎么办 朱可夫直接上前 拿出斯大林亲笔写下的便条 上面的内容也很简单 就一句话 把方面军司令部交给朱可夫 你本人马上飞回莫斯科 朱可夫随即喊出那句彪悍的口号 即使战至最后一个人 也要守住列宁格勒 不是列宁格勒惧怕死亡 而是死亡惧怕列宁格勒 永远也不要考虑 列宁格勒失守该怎么办 列宁格勒不能失守 看看什么是猛人 什么叫心态 朱可夫在接管指挥权之后 迅速调整了部署 他从市区防空部队中 撤出了部分高射炮 将其配置在列宁格勒最危险的地域 对德军的坦克进行直射 然后又把箭炮 排击炮等各种大炮 集中在关键地区 只要德军胆胆发起进攻 那么他们不仅要面对 孤天盖地的炮火打击 还要抵挡在炮火掩护下 协同作战的苏联步兵 然而此时的德军 对苏联的战略调整 还是一无所知 9月14号 苏联步兵第十师 在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下 突然发起冲锋 德军做梦也没想到 苏军居然会在如此绝境 还会发起反击 下时间一线部队陷入一片混乱 最终不得不后撤 朱可夫顺利抢回两块地盘 对于勒布来说 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希特勒已经发布了 第35条训令 代号台风行动 确定向莫斯科发起会战 希特勒要求勒布与风蓝军队 取得联系 可为列宁格勒 为了能尽快攻陷列宁格勒 希特勒甚至把中路兵线 调往上路 也就是霍普纳率领的 第四装甲集团军 如果在15号之前 勒布还是拿不下列宁格勒 那么这位65岁的老同志 就可以回家养老了 无奈之下 勒布只能派着胸骨保证 一定完成任务 只不过他要求4天时间做准备 希特勒同意了他的请求 9月16号 勒布指挥德军 向苏军第42集团军 和第55集团军的结合部 发起猛攻 成功共战了列宁格勒以南 18公里的普西城 随后向左右迂回 然而德军的进度 就像蜗牛爬一样 直到19号 也就是希特勒规定时间的 最后一天 勒布终于绷不住了 他要不惜一切代价 做最后一搏 德军的进攻也到达了巅峰 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 向苏军高地发起猛攻 炮兵和航空兵 更是对列宁格勒 持续轰炸了17个小时 但是最终 列宁格勒的军民 还是顶住了德军的权力一击 此后 德军的上路精锐部队 被调往莫斯科方向 再也无力发起全线进攻 更倒霉的是 德军虽然打不进列宁格勒 可是里面的苏军一样出不来 交战双方就这么大眼瞪小眼 可谁都没想到 就是这一眼 他们互相瞪了三年